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受害者已经勇敢的站出来 那我跟我的co-counsel那几位律师 我们代表差不多180位性侵受害者 那在这段时间呢 很多事情在后面是大家观众们不知道的 新闻上也没有报道出来的 就是像说南加州大学已经有两批律师 在进行保护他们辩护了 然后呢一个律师事务所在Persedina 它是专门做media PR这段的 来收视一下自己的名誉 那另外一群呢律师团在这跟我们法院在打 在打一些motions 比如说到底是生肖期是什么时候 那我们现在在后面就在打这些 打这些 在跟法官在谈这件事情 OK 好 那之前我们有聊到说 这个Dr.Tindle特别喜欢去性侵亚裔女生 那在我们这些亚裔受害者 或者说亚裔潜在的受害人中 他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性侵案呢 其实这个性侵案呢 我们最我们所知 在我们的报道里面 在我们的观察里面 还有一些受害者的interview里面呢 我们发现说 她是有偏向喜好亚裔女性 她自己的太太也是亚裔女性 她还有照片 有亚裔女性的 她所说的 她的好像是她sponsor的女性 的女孩子也是亚裔 不过呢我们发现说 在将近这400位里面 竟然有受害者呢 是少于10个percent的 赚出来的受害者是亚裔 所以呢就是说 我那天回去开会的时候呢 我的co-counsel 我们在谈这件事情说 为什么她的喜好是亚裔 为什么亚裔的号码反而那么低 那我们的conclusion呢 我们的阶段呢就是 在我们的亚裔的生活里面 我们尽量就是说受害了以后就不想记得她 然后呢就好像说故意的忘记她 否则就是说记得不敢站出来 因为怕说有这种stigma 英文叫stigma 就是怕说人家歧视她 说她是被性侵过 不过在这种时间呢 我是希望观众们知道 说受害者 在这种me too的时间呢 受害者是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那也正像是詹律师所说的 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您觉得自己是潜在的受害人的话 也欢迎您致电詹律师的律师事务所 带进行咨询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再见